霍運司機急急忙忙衝緊派出所 看見桌上價值一萬多塊的 全新冷氣安然無恙 這下心中大石頭才終於放下 想遠景不斷道謝 但該謝的不是警察 而是這位女大生 原來當時霍運司機載著滿車冷氣 從台中運到彰化 沒想到路途中一箱冷氣掉落地面 多虧女大生發現物歸原住 以前頂多撿過錢包 然後現在撿到冷氣 很傻眼 然後怎麼開那麼大台東西都掉了 別人在路上撿錢 但李同學撿的 竟然是一台全新冷氣 他說當天下課 在路旁發現一個大紙箱 包裝完整 上頭寫著分離式室內機 紙箱長度超過一公尺 重量不輕 只好通知警方幫忙 事後將照片PO上網路 食物招領霍運司機立刻留言說 冷氣是我的 現場點貨說要確定少一台 趕快跑去那邊點 貨運司機實在粗心 再火再到連冷氣掉了都不知道 而現在見千不稀奇 女大生路上撿到一大箱全行冷氣 時機不昧順利物歸原住 簡直認為彰化報導